常常听人们说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母爱 从我们出生的那天起就备受母爱的关怀 小孩子长大后也懂得要好好孝顺父母的道理 但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也是如此吗 事实上其他生物的母爱可能超过你的想象 某些生物为了小孩长大 甚至会将自己当成食物献给他 而孩子为了生存也会毫不犹豫的将母亲残忍吞食 院长今天就要给大家介绍几个残忍吞食母亲的生物 大家好这里是高能知识院 我是院长 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啦 沙漠穷猪 大家所熟悉的大部分之猪通常都是独来独往的 只有在繁殖期间才会寻找另一半 但沙漠穷猪是相当另类的蜘蛛 它们是蜘蛛中少见的群居性生物 沙漠穷猪喜欢群居在灌木丛 会在灌木上建造巨型的巢穴以容纳数百只 甚至上百只的沙漠穷猪 沙漠穷猪特别的地方不止如此 它们独特的抚养后代的行为 也让许多科学家傻眼 沙漠穷猪的寿命只有一年 在短短的一生中只能繁殖一次 其中大约只有40%的雌性穷猪能最终繁殖 雌性穷猪不只会负责抚养后代 它们甚至会奉献自己的身体成为幼猪的食物 母蜘蛛在产出卵囊的时候 它们的身体就会开始自动分解 一个月后小蜘蛛孵化时 身体分解会变得更加剧烈 此时母蜘蛛体内许多的器官都已经被液化 母蜘蛛就会通过反除的方式 将液化的器官喂给刚出生的小蜘蛛 喂养刚出生的小蜘蛛 9天至14天后 母蜘蛛会停止反除 并将自己剩下残破的身躯献给小蜘蛛 小蜘蛛们会一拥而上 爬上妈妈的身躯刺破腹部 吸食剩下的器官液体和母蜘蛛的身躯 这种惊人的浮育行为已经不知道是要被穷猪母爱所感动 还是为小蜘蛛吞噬母亲的行为感到害怕了 此外在穷猪的群体中 不只是生下小蜘蛛的雌性穷猪会有这种行为 其他在巢穴里没有怀孕的雌性蜘蛛 也会无私的献上自己的身体给刚出生的幼体 这种行为让许的科学家感到震惊 自然界中甚少有生物愿意为不是自己的孩子牺牲生命的 这些没有怀孕的母蜘蛛在怀孕的母蜘蛛养育小蜘蛛时 会到外面找寻食物并保卫巢穴 当小蜘蛛吞噬完自己母亲的身体 又没有充足的食物时 这些阿姨们就会献上自己的身体 让小蜘蛛饱餐一顿好好长大 如果说沙漠穷猪吞噬母亲的行为令你惊讶 那你知道你所熟知的猫头鹰也是传闻中残忍的不孝子吗 猫头鹰在古代时就被人们视为一种凶猛的不孝鸟 削 传闻小猫头鹰出生后 随着时间长大食量也越来越大 母猫头鹰喂食的量渐渐不够填饱小猫头鹰的肚子 当喂食的量不够时 小猫头鹰就会开始攻击 因长时间找食物而疲惫的母猫头鹰 疲惫的母猫头鹰只能无力地咬住树枝 任凭小猫头鹰着实自己 最后吃的只剩下母猫头鹰的头挂在只头上 古人也因此发明了一个成语 消瘦斥重 一直在杀死犯人之后 把他们的头割下来悬挂在木杆上 警惕示人 可见这个生物在古人眼中是相当残忍的恶鸟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科学家为了破解这个谜团 长期观察猫头鹰的抚养行为 母猫头鹰在小猫头鹰出生后 的确会细心的照料 确保每一餐小猫头鹰都有吃饱 但是当小猫头鹰长大到某一个程度后 母猫头鹰就会离小猫头鹰而去 原因是因为猫头鹰是肉食性鸟类 以狩猎为生 在业外不会狩猎的猫头鹰是无法生存的 因此如果母猫头鹰持续喂养小猫头鹰的话 它们将无法学习狩猎的技能最后饿死 所以母猫头鹰只会选择喂养一段时间 之后就让这些小猫头鹰自己出去寻找猎物 训练狩猎的技巧 科学家推测古人可能因为以下原因判断错误 当母猫头鹰在外捕食回来 从嘴中吐出血淋淋的食物时 幼鸟抢食的情况看起来就像是在啄食他们的母亲 再加上母猫头鹰在喂养一段时间后离开 古人隔一个晚上发现老猫头鹰消失 再联想到小鸟啄食母亲的画面 就会觉得是幼鸟吞食了母亲 以鹅传鹅才形成今日猫头鹰吞食母亲的谣言 现实中虽然猫头鹰确实不会拭目 但是它们仍然是凶猛的肉食动物 和大多数的鸟类不同 猫头鹰产卵的间隔较长 常常在同一个窝里 第一只幼鸟已经长大了 第二只还在孵化 尤其是在某些食物缺乏的季节 科学家又观察到 虽然猫头鹰不会吞食自己的父母 但是却会吞食自己的弟弟妹妹 雏鸟之间体型差距过大 所以小雏鸟也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所以只能乖乖的成为自己胸掌的一餐 因此虽然古人说 不像鸟是一场误会 但是猫头鹰确实是会吞食同辈的凶猛鸟类 猫头鹰是会吞食弟妹的可怕鸟类 而蝎子则是会吞食父母的生物 蝎子身为五毒之一 总是会给人留下邪恶和可怕的印象 房间流传刚出生的蝎子 会残忍的将母亲吃掉 推论为刚出生的蝎子毒献并没有发育完全 并不具有狩猎的能力 因此母鞋子为了让小鞋子生存 会将自己的身体当成食物喂养小鞋子 首先母鞋子是一个十分尽责的母亲 在怀孕期间母鞋子为了避免过度的干扰 是不会捕猎食物和进食的 小鞋子在出生后十分虚弱 而且没有不适能力 出生后不久 小鞋子就会慢慢的爬到母亲的背上 为了避免震动 惊扰刚出生虚弱的小鞋子 这段时间母鞋子也不会进食 小鞋子大概会在出生五天之后 在妈妈背上进行第一次退皮 母鞋子担心小鞋子脱皮时不生落地 因此会一直保持不动的马步姿势 要知道 从怀孕到这时大概过了半个月 这段期间母鞋子完全没有进食 所以有很多的母鞋子 在这一时期就因为过度劳累与饥饿而死去 这时候就会形成一只死去的母鞋子 和依附在母亲背上活跃的小鞋子的景象 因而让很多人误会小鞋子们杀死了母亲 其实 鞋子吞噬母亲是人们的误解 反而是母鞋子 有可能在产后吃掉小鞋子 由于怀孕跟照顾小鞋子期间 母鞋子都没有进食 若小鞋子没有爬到母亲的背上 而在她眼前乱晃 是很可能被恶坏的妈妈吃掉的 毕竟母鞋子要活着 才能照顾孩子 因此牺牲少部分的小鞋子 照顾多数的后代 反而变成母鞋子理性的选择 鲑鱼是诞生于淡水中的鱼类 但出生后一阵子 就会顺流而下进入海洋生活 经过四年左右性成熟后 它们就会又千里迢迢的 回到出生的淡水中产卵 鲑鱼在回游产卵这一过程的一开始 体内就会分泌大量的心激素 而这也是许多人认为 鲑鱼宝宝会吞噬父母的原因 其实由于产卵地区缺乏食物 大多数的鲑鱼在产卵结束后 都会因为长期没有进食 而体力透支而死 这些鲑鱼的尸体腐烂分解后 也就成为鲑鱼幼体食物的一部分 虽然某种意义上 是为了父母的身体 但却能感受到鲑鱼父母 为了下一代所付出的爱 好了 本期的高能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